诗篇第九十一篇 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在全能者的隐蔽下安居 我要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保障 你是我的神,我所倚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的人的网罗,脱离致命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现实像盾牌,像尖累 你不必害怕黑夜的惊恐,或是白日的飞溅 也不必害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 或是在政务把人毁灭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左边 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 但灾害必不临近你 不过你要亲眼观看,看见恶人遭报 你既然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避难所 把制高者当作自己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必不临近你的帐篷 因为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 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 他们必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 你必践踏狮子和毁蛇 你必踏碎少壮狮子和大蛇 耶和华说 因为他恋慕我 我必搭救他 因为他认识我的名 我必保护他 他求告我 我必应允他 他在患难中 我必与他同在 我必拯救他 使他得尊荣 我必使他得享长寿 又向他显明我的救恩 感谢观看